正份好消息 未来国内将有第五种疫苗 可以施打了 指挥中心证实购买200万剂 NovaFace 现在真的谈 NovaFace属于蛋白质次单位疫苗 英国三期试验研究 针对成人的保护力近九成 而且号称百分百防重症 抗Omicron非常有效 它有个强项就是 它有一个很专利的一个阻剂 这个成分能够非常非常有效的 刺激我们身体一个免疫反应 国外研究NovaFace副作用 主要是注射部位疼痛疲倦头痛 比起mRNA疫苗的副作用 发烧心肌炎属于短暂温和 而且严重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1% 这个NovaFace它就是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是重组蛋白的疫苗 所以它新的副作用 胸痛或什么的就比较少见 国外研究跟分析指出 打两极NovaFace12到17岁青少年 防务效果超过80% 而且没有心肌炎相关个案 12岁以下则在试验中 一旦到货是否开放青少年施打 已经这个技术性的资料 我们现在SDA正在检验 另外24号ACIP专家会议开会决定 开放莫德纳作为青少年基础剂接种 实施日期要等公告 单位开放青少年施打追加借 另外5到11岁幼童也暂缓施打 国内幼童仍然不能接种疫苗 然后还是得靠家长完整施打三剂 增加家庭的防护力 这有黄明君 杨宗燕台北报导 先推进你这台旺旺水绳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机 放在家里面其实也都不占地方 而且你的三分钟可以生成4公升的水绳 一瓶的电解液就可以生成200公升的水绳 中天有独家的观众的好康 你可以上快点购